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上听书 祝大家听书愉快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 欧美精英人士逆转生理时钟的关键法则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360页 我会大约用22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虽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但你只要能让大脑发出生长信号 就能够极大限度的推迟衰老 想当年秦始皇为了追求长生不老也是蛮拼的 先是派方氏徐福带领数千名同男同女下海寻找仙人 后又让卢生到各地去寻找所谓的灵丹妙药 可以说秦始皇寻仙问药的这份诚心天地可见 然而最终他还是没有找到所谓的长生药 49岁那年就不幸早早的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 其实 何止是秦始皇啊 试问又有谁不希望自己活得长寿呢 即便没有长生不老药 人们也都希望自己至少能看上去比周围的人年轻一些 不然电视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层出不穷的护肤品广告了 正因为没有人能够青春永驻 长生不老才是一个永恒的追求 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为了一块糖僧肉 不惜去招惹孙大圣 双方斗的你死我活 还有金庸小说里的天山同老 为了一张交好的容颜 甘愿冒着被敌坠杀的风险 丧失了几十年的功力 而我们普通人既吃不上糖僧肉 也没有天山同老的祝颜术可以修炼 所以就只有坦然地接受自己一天天变老的现实吗 嗯 先别着急和悲观 我这里有一个长生不老的方子可以给你 那就是美国作者克里斯和亨利合著的《明年更年轻》这本书了 这本书呢 打破了衰老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的常识理论 用生物学科学依据告诉我们 正常衰老其实并不正常 实际上呢 人之所以会衰老 有70%的因素都是自己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 而如果你能掌握这本书中关于生长和衰老的秘密 那么你能够延缓70%的衰老 降低50%的患病几率 《明年更年轻》这本书从人们的饮食运动和日常生活入手 为我们揪出了背后让人真正变老的元凶 提出了一套能够让人逆转生物中的七项原则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登上了美国亚马逊排行榜 先后受到了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等报刊的大力推荐 就连万科企业创始人王石也在2017年的亚伯利论坛上向企业界领袖介绍这本书说 小老百姓能不能做得到 啥也别说了 看完去实践吧 与以往书不同的是 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 一位是生物学领域专家亨利洛奇 他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之一 这本书提出的观点都是经过他严谨医学检验的 所以说你大可不必怀疑本书内容的真实性 另外一位作者是克里斯·劳克利 他是一名退休律师 生性幽默 用流行的话说就是一个段子手 他们两个人一个负责给我们提供科学的见解 另一个通过自身实践向我们演示具体的过程 简单来说 如果说把亨利比作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那么克里斯就是负责上台走秀的模特 好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人为什么会衰老 第二个重点是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有效的避免衰老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人为什么会衰老 人为什么会衰老呢 听上去是一个很傻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呀 哎呀 世人都是会衰老的嘛 除非你是神仙 不错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不管你是努力养生还是每天坚持护肤 到了一定的年龄 该老还是会老的 这是因为自然为了保持生长和衰老的平衡 在我们体内设置了一个衰老的趋势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 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顺境的时候我们有强壮的身体和大脑 逆境的时候也必须能容忍衰老的发生 而为了更好的繁衍后代 身体就会停止生长 走向衰老 虽然人体衰老的幅度并不明显 但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般人到了四五十岁以后 身体就不再发送生长信号了 开始进入了默认衰老的阶段 到了这个年纪的人 就容易眼花耳背 头发发白 抵抗力日益低下 很多疾病也都趁此招上了门 而除了自然因素外 导致人衰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的机制 根不上现代社会的节奏了 什么意思呢 这就要搬出生物学来解释了 进化生物学认为 人体没有退休和变老这个概念 只有生长和衰老这两种形态 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呢 都会决定自己的身体是生长还是衰老 想想我们人类的祖先吧 每到春天万物复苏时 他们就会出门捕猎和采集野果 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发出生长信号 从而让身体变得精瘦有力 我们都知道捕猎的过程是很辛苦的 即便是追一只兔子 说不定也得跑上 十毫里地 而为了能够降低体力消耗 减少额外的负担 身体就会自动燃烧掉多余的脂肪 想一想 如果是满身肥边的胖子 那么追不了多久 他指定就会气喘吁吁 体力不支了 还有在追捕猎物的过程中 身体难免会磕碰受伤 虽说人体的骨骼和关节都会变得灵活有力 免疫力大幅提高 面对丰富的猎物 思维也开始变得乐观和活跃 而到了冬天 暴风雪的到来把猎物都逼进了洞里 野果也都被掩埋了 我们的祖先开始饱受了漫长的严寒和饥荒 每天躲在洞里吃着 吃完上顿抽下顿的苦日子 这个时候聪明的大脑会面对逆境便会停止生长 启动衰老模式 为了维持生命的能量 身体削减了不必要的消耗 开始最大限度的储存脂肪 再看看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吧 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下有空调 冬有暖气的房子里 每天一下班 很多人不是泡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 就是出门聚餐吃吃喝喝 不用像祖先那样每天辛苦的狩猎 也不用忍受严寒和饥荒 你看看多么幸福啊 但这却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了误会 你缺少运动 大脑就以为春天还没到呢 你饮食过量 大脑就会觉得 哦 这是在为过冬做准备呢 你心情压抑 大脑就以为是冬天还没走 但因为你肚子饿 所以压力大 总之 无论是缺少运动饮食过量还是心情压抑 都会让大脑误认为你是遇到了饥荒 于是身体就由生长切换到了衰老模式 开始努力的储存脂肪 简单总结来说 我们的身体机能是从原始狩猎的生活方式演化过来的 你越是久坐不动 越是暴饮暴食 越是心情抑郁 压力山大 你的身体老得就越快 好 上面为你讲述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人为什么会衰老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重点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么做 才能有效的避免衰老 说这个什么长生不老啊 青春永住啊 那都是神话里头才有的事好吗 除非你能找到连秦始皇都找不到的仙丹妙药 嗯 开个玩笑 但你也别觉得气馁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看呢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知识人体衰老的主要原因了 所以说接下来呢 你只要能顺应自己原始的身体机能 激发自己的大脑 发出生长信号 那么想要活得长寿 保持健康美丽 也都还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已经说过 久坐不动 暴饮暴食和心情压抑 是造成人体衰老的主要原因 那么针对这三个原因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相应的解决办法 这些方法呢 分别是积极运动 合理饮食和投入社交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运动 你一定也很好奇人体生长和衰老的秘密吧 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体内呢 有两种主要的化学物质 分别是细胞生长因子和细胞衰老因子 顾名思义 这两类因子分别控制着我们的生长和衰老 当你运动的时候 会刺激身体分泌出很多的衰老因子 而衰老因子又会触发大量的生长因子 来修复受损细胞 这么说你可能难以理解 打个比方说 如果说把衰老因子比作一个受损的房屋 那么生长因子就是文讯赶来的修补的施工队 但是要注意一点 并不是所有的衰老都能触发生长的 你久坐不动的话 体内的那点衰老因子是不足以触发生长因子的 也就是说 只有运动时身体才能分泌出足够的衰老因子带来生长 否则的话 你的身体就只会越变越老 所以衰老触发生长的前提是要进行运动 亨利强调说 在我们的体内始终涌动着一股衰老的潮流 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只会越来越汹涌 所以如果我们不积极运动的话 迟早有一天会被这股衰老的潮流给淹没 而运动无疑是衰老潮流的最好地方了 通常我们锻炼的时候会造成肌肉的轻微损伤 受损的肌肉需要修复了就会给身体发出求救信号 考虑到接下来将要迎来的挑战 身体就会给肌肉提供更多的能量 从而让它变得更强壮有力 那具体我们该如何运动呢 首先开始运动前你要做到以下的几点准备 第一咨询医生 这一点呢一般是针对老人孕妇或者是其他身体有障碍的人 总之在运动开始之前你一定要去见见医生 毕竟相比运动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找一个靠谱的健身教练 虽然说一对一的指导很烧钱 但是作者克里斯说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尤其是对于运动小白来说更是如此 因为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有很多训练技巧你都还没有掌握 如果说贸然投入训练很可能不仅没有起到理想的健身效果 反而还会损伤了身体 第三佩戴心率检测器 事实证明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运动量 而佩戴心率检测器呢就能对自己的运动效果做到心中有数 当心率在65%以下时你燃烧的是脂肪 当心率达到65%以上时代谢就会发生转换 开始燃烧你体内的葡萄糖了 葡萄糖呢是一种很昂贵的燃料 它的燃烧会影响到你体内的各种器官和免疫功能 第四运动前一定要先热身 我们都知道热身能打开关节活通血液 从而有效的避免身体为拉伤 虽是老生常谈 不过在这里呢还是要再郑重的提醒你一下 那么准备好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正式的训练了 这个训练计划分为三个等级 由浅入身 由易变难 让你的体质一步一步迈上更高的台阶 第一级长慢行有氧运动 所谓的长慢行就是长时间慢速的有氧运动 比如说快走跑步骑车或者是游泳 长慢行的优势呢是能让人活得更长寿 在这个阶段你的主要任务是 先增强自己的血液循环能力 这样血液才能输送更多的氧气供你运动所需 所以说在从头开始运动的几个月里呢 你的运动强度不需要太大 程度掌握在动的同时还能跟人愉快的交流就可以了 心率的话一般维持在60%到65%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能每天坚持 一般一周运动六天 每日时长能达到45分钟 第二级高耐力有氧运动 顾名思义高耐力是一种高强度的训练方式 在运动过程中人有时会累的说不出话来 心率最高值呢能达到70%到85% 热身以后你应该先进行10分钟左右的长慢行有氧运动 给身体一个缓冲期 然后再循序渐进投入到高耐力训练 此外作者还建议你把重量训练添加进来 因为它可以有效的逆转衰老 预防关节受伤 还可以增肌 但是要注意一点 不要每天都做重量训练 要留给肌肉一到两天的恢复时间 第三级间歇性无氧运动 间歇性无氧最大的优势就是 能让你的身材变得苗条 但是它是你所能达到的运动极限 目标心率呢在85%到100% 训练过程是进行一到两分钟的冲刺训练 然后放松休息60秒 如此循环多次 好 三级训练都达标以后呢 就可以灵活的搭配它们了 按照亨利的第二规则 你每周都要运动六天 至少每天都能达到45分钟 其中四天做有氧运动 剩余两天进行力量训练 最后 如果你感到很难坚持 那么不妨试试作者的这个建议 把运动当成工作一样重视 其次我们来说说饮食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节食减肥的经历吧 至于节食的方法呢 也是层出不穷的 比如说最近几年实行的崩溃饮食法 所谓的崩溃饮食法呢 就是通过严格控制饮食量 来达到理想的瘦身效果 诚然 有些人这么做确实瘦了 但是必大于利 根据牛津大学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过度节食会损伤人体的心脏功能 所以说呢 你还在盲目的节食吗 你还敢盲目节食吗 就连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也告诉我们 95%的节食都是失败的 所以说敲黑板提醒各位 千万千万不要再靠节食去减肥了 而且即便节食也不能保证你一定就会变瘦 但是如果你肯按照本书的原则来进行 那么就很有可能像作者克里斯一样 减掉20公斤的体重 当然反对节食也不意味着你就能暴饮暴食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如果你吃的过多 你的身体就会感到不知所措 进而错认为你是遇到了饥荒 正在为获得额外的食物而努力的囤积脂肪呢 因为在原始社会 人只有到了冬季食物匮乏的时候 才会努力的储存超过自身消耗的能量 简单点来说 人之所以会胖 主要就是因为摄入了过多的热量 这些热量超过了自身消耗能力 于是就转化成脂肪在体内留存下来 还有一个很客观的原因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基础代谢率会慢慢降下来 所谓的基础代谢呢 就是指你在不运动的情况下 身体自动能消耗的能量 好在运动是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率的 所以说靠谱的减肥方法 绝对还是要少吃多动 总之 暴饮暴食和久坐不动 都不在我们原始身体的设计范围之内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你的身体总有一天会不堪重负陷入瘫痪的 比如糖尿病就是人体瘫痪的一种表现 那听到这儿可能有人忍不住问了 不吃不可以 多吃也不可以 那到底要怎么吃呢 其实最重要的秘诀是 要会吃 先来问问你 平时你都吃些什么呢 米饭 面条 或者是馒头 但其实啊 毒害你变胖的凶手 恰恰就是这些主食 通常这些碳水化合物都饱含丰富的卡路里 不仅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而且还不顶饿 让你总是才吃完 不久就又饿了 远古时期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身体能量 需要大量的摄入一些碳水化合物 他们只在乎吃不吃的饱 压根不关心什么胖不胖的问题 但因为那个时候 农作物还没被发明出来 所以说也都没有什么碳水化合物可以食用 吃到嘴里的 无非就是一些低碳水含量的动物和植物 可如今就不一样了 我们大部分人的主食 恰恰就是这些 精米白面 面对这些富含卡路里的淀粉 你会发现很难管得住自己的嘴 总是吃完一口 还想再吃一口 这是因为淀粉实际上是一种糖 它特别容易刺激我们的味蕾 还有另一大健康杀手就是脂肪 脂肪分为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 它跟人一样也都有好坏之分 先来说说这个不饱和脂肪吧 它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所需要的基本燃料之一 通常只在我们的体内待一两天就走了 而如果没有这些健康的脂肪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存活下去 所以说平时你要多注意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 不饱和脂肪一般存在于野生动植物中 比如像蔬菜呀水果呀各种鱼类等等 这些都是不饱和脂肪的重要来源 那么坏脂肪就是饱和脂肪了 跟有益脂肪不同的是 这种脂肪属于储存型脂肪 它就喜欢赖在人体内不走 饱和脂肪不但会让你的身体发胖 还会给大脑释放出衰老信号 让人生病和变老 像癌症啊中风啊等等这类疾病 实际上都跟饱和脂肪脱不了干系 一般的肥肉和全脂乳制品中 存在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 所以说这类东西呢你要尽量少吃 另外呢我必须还得给你说一说反式脂肪 这是一种人工制造出来的有害脂肪 因为具有保鲜食品的功效 所以说被商家广泛的添加在了各类食品中 你比如说甜甜圈啊去起饼干啊炸薯条啊 生日蛋糕等等都含有反式脂肪 所以说下次你再去超市采购的时候 请务必先看看包装上的配料表 如果显示含有反式脂肪 那你可就要当心了 说完了对人体有害的食物 你肯定也很好奇 哪些食物是有益的吧 别急 我这就来跟你说一说 在这呢你也可以拿出一支笔来简单的记录一下 首先你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 前面我们说过了 这些基本上都是不含淀粉的 所以说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会发胖 其次 全骨类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微量营养素和纤维 能够降低人体对脂肪的吸收速度 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 所以说相比于白米饭和面食 杂粮粥之类的更应该成为你餐桌上的常客 另外就是要多吃鱼 甭管清蒸的也好 红烧的也罢 鱼类含有很多的优质蛋白质 多吃这些就能让你的皮肤变得光滑 头发变得黑亮 这可比你每天敷面膜强多了 最后再强调一点 一定要少油少盐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特别是这个盐 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人每天的食盐量最好不要超过六克 所以说为了咱们的健康着想 您下次炒菜放盐的时候 还是掂量着点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人际社交 在自然界 孤独是一种致命的武器 人类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生活 这可不是一个选择题 而是一个必选项 你想啊面对狼的袭击 你一个人能成吗 估计晚上睡觉也不会踏实 而且呢我们原本就是群居动物 这是我们身为哺乳动物与生居来的天性 有数百项研究表明 人若长久的孤独 他就会生病或者是死去 可以说孤独就是一种慢性疾病 它让我们变得自闭和消极 激活了身体的衰老信号 而这种衰老的危害 不亚于你每天抽一包烟 可见即便你有足够的实力保持独立 也必须要依赖一定的社会群体 这不是懦弱 而是出于身体本能的需要 哈里的原则呢 是你要与他人建立联系 关心他人 并且做出承诺 作者说 哪怕只是失去一个联系人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所以说不要与朋友疏远了关系 即便只是在网上聊聊天也好 当然对于最重要的家人 也要给予他们一些关心和陪伴 在这个关系互动的过程中 会让你产生一种自我良好的感觉 而这种奇妙的感觉 能激活你身体的生长信号 让你变得更加年轻 有这样一项研究 大约一百年前 人们在孤儿院创造了一种无菌环境 他们将七英放在了消毒的小隔间里 期间不去抱他们 也不去触摸他们 结果所有不到两周的婴儿 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可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亲密 有多么的重要 人不能没有爱 因为爱就是生命 另外如果可以 请拥有一份工作 虽然说工作中的一些人和事 难免会让人觉得心累 但即便你的工作 不是特别的起眼和光鲜 当你拿到手里的工资时 你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 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 好了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要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人类衰老的原因 衰老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这是自然为了维持生长和衰老平衡 而做出的明智决定 而人之所以加速衰老 其中有70%的原因 都是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 第一缺乏运动 第二饮食摄入过量 第三没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些都会给我们的身体 发出衰老的信号 其次我们讲到了对抗衰老的方法 运动上我们提出了三级训练法 它们分别是长慢性有氧运动 高耐力有氧运动 和间歇性无氧运动 此外 运动前有这样一些事项你该重视 比如说 向医生咨询自己身体情况 聘请一个教练 佩戴心率检测器 事先热身等 饮食上首先一定不能节食 但也不要暴饮暴食 平时要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比如说馒头 面条和米饭都不宜过量 另外要少摄入饱和脂肪 多吃些有益人体健康的不饱和脂肪 比如说把厨房里的花生油 替换成橄榄油 最后人造的反式脂肪 能不吃就不吃 就像超市货架上的各种零食 一般或多或少都含有反式脂肪 在购买前一定要擦亮眼睛 先看看包装背面的成分配料表 人际上因为我们本就是群居动物 所以说孤独只会使我们加速衰老 哈利的原则是联系他人 关系他人和做出承诺 此外你还应该拥有一份工作 因为他能让你实现自我价值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总结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 听书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这是判断的